然後坐在我對面那個就是我喜歡的 我覺得他就是不錯 但他坐下來以後呢 內褲就露出來了 Mensker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又來到我們Mens Talk的時間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聊什麼 上次聊這個 我先講一下 因為你的粉絲也到我那邊留言 說為什麼不拍空姐下集 因為我當時在我們那個節目 我們有說 如果觀看次數超過五萬 我們就要來拍下一集 超過那集很意外 我想說那集如果你來講應該沒什麼人看 我也覺得應該沒有人看 Alan的這個Mens Talk 是要聊我日本女友 關於我去日本一樣跟日本 一樣也是日本Mens 這個是18禁嗎 沒有18禁 只是說業界有一些不能說的秘密 OK Alan你應該知道我 其實開家公司一開始之前是做什麼 活動公司吧 對啊對啊 那活動公司是不是會有 那個車商的案子 對 那車商呢就跟我說 他想要找日本的Model 車模 因為車模呢 他們想說 在我們的 那世界新車大展 不是兩年一次嗎 對 那是在裡面呢 就是有他們可以出現 然後他們就委託這個案件給我公司 那我公司當時呢 其實做的一些Model 全部都是科技線的 對 真的不是開玩笑 你知道 現在啊 我去那個電腦資訊展啊 十個攤位 有三到四個以前呢 在我那個時候 他們只是發DM而已 以前在你後宮的是不是 後宮 不是 他們是真的是 因為我以前做行交活動公司的時候 如果你是不會講話的 你長得很漂亮 你只能做負責發DM而已 因為你沒辦法介紹產品 沒錯 你能介紹產品 不代表你可以上那個舞台 對 你能上那個舞台 不代表你就可以去上面跳舞 我其實是有接極制的 了解 不是要接極制啊 那個叫做 有分這個 等級等級 有分這個寵妃 或者是這個 蛤 真的 沒有寵妃啦 就是說 我覺得就好像我們去外面打工一樣 你要升到店長位置 你一定要從發DM開始 你連發DM都發不出來了 你怎麼站在舞台上 跟觀眾們做互動 所以我當時在做活動的時候 我都會有這樣子一個 等於是一砍一砍的接極制 我先繞回來 後來 你也知道我台灣找不到日本的車模 我自己就寫信到日本的經濟公司 我寫了15封信 很棒 有三家跟我回覆 這三家回覆 我就是要講其中的一家 這一家 他們跟日本的最大的廣告公司有合作 我是透過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 裡面其中一個中間人 介紹我 去跟他們的車模 他們叫做經濟公司碰面 那一天是這樣 那一天我帶著我員工 兩個人 我們就飛去了日本 這一家是第一家 他就說 你要不要 約在傍晚的時候 晚了還可以吃個飯 我想說OK啊 你知道有時候貪小便宜 日本人帶去了應該不錯 那我們就約在系流這個地方 日本系流其實是很多高級的上班大樓 那我們就約在那一家的廣告公司的會議室 那我們去的時候 就 我跟我的員工 兩個人 那我就說 那車模呢 他們就找了三個車模 來的時候 衣服都包得很緊 那你也知道 我在看車模的時候 我都要先看資料 他們也很正式 很正式喔 就拿了一份資料說 嘿 老闆 老闆 我就看 他身高幾公分 他做過 在日本的車模 有去選過什麼車模 你不是看那個吧 你是看多少Cup 多少Cup 等一下再講 我跟妳講 精彩在後面 我跟妳講 現在如果跑掉的話 你就聽不到這精彩 我只講一次 不能轉台 而且這個圈段 不能讓我老婆知道 好 繼續 好 然後呢 後來呢 他就很震驚的 就是我就看完了 這三個Model以後 當然有高矮胖瘦 當然 他們當車模 絕對是有一定的高度 你總不能找一個150公分 說我是車模吧 你想像他在車子旁邊 150公分拿的那個閃清洗 也很奇怪 那這三個呢 後來選完以後 其實有一個我還蠻中意的 嗯 因為我中意他原因是 他會一點點中文 口湯 那他也會講出他喜歡台灣 那對我來講 就好像我們去應徵工作一樣 他表示 他有興趣研究一下 我公司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工作在做什麼 所以呢 我會比較喜歡他 好 那時候已經面試完 已經晚上六點 六點以後呢 那個 經濟公司的人就說 那我們去吃飯好了 然後我就跟我員工說 誒 探中啊 探中啊 來吃飯啊 他們就帶我們去一家 在矽流的一個高級的日本料理店 他大概樓層高 大概四五十層 你知道他看過去 那個窗戶看過去呢 就是日本的夜景 那個view 好 好玩的地方來囉 我們才坐下來不久 我想說那Model應該就回家了 沒有 他來陪我們一起吃飯 你探中了 這不是探中了 我還沒說完 我剛剛說的 他們的外套是包緊緊 因為那時候是十十一月 日本比較冷了 已經秋天了 對 晚上其實蠻冷的 我自己也穿外套 然後呢 那三個車模 坐下來的時候 外套就拉開了 對 什麼叫波濤洶湧 哈哈哈哈 但是裡面有穿吧 他們就穿的衣服就是 有點像車模那種穿吧 我覺得你跟剛才聯絡經紀公司 應該聯絡錯了 你要聯絡到東京熱 東京熱嗎 你就太熱了 沒有 其實 東京很熱 其實可能我姓寫錯寫到SOD吧 SOD 他就真的 衣服拉開以後 他的裙子就是 你知道賽車女郎那種穿著短裙嗎 就是這麼短 我還沒講完喔 你知道坐下來啊 我真的是不忍直視 因為我是正人君子 少來 他坐你腿上吧 沒有 我是正人君子 他就有一個車模坐到我隔壁 這當我是我不喜歡的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在選飛嗎 沒有不是選飛 就是我把現場的情形形容給大家看 然後坐在我對面 那個就是我喜歡的 我覺得他就是不錯 但是他坐在社長那邊 對 他就坐在經紀公司的社長旁邊 但他坐下來以後呢 內褲就露出來 內褲露出來 桌子不是有桌子嗎 你怎麼看得到他內褲 因為他裙子超短 也沒有穿安全褲 一般其實 我們在做活動的時候 我都會要求我們家的主持人 跟跳舞的修練 一定要穿安全褲 對 但他沒有穿 他呼籲了 好 這個是不是18件的 你繼續說 等一下我想到我一個可以爆料 好然後完了以後 他就坐下來 就在對面 那我想說 好險 互動的時候沒有像說 他們就是也很蠻親切的互動 只是說 你也知道穿那種 賽車女郎 那個胸部真的是 那個衣服真的是少到不行 而且很崩 你可以Key一個賽車女郎的照片出來 哈哈哈哈 對他超崩的 對 好完了以後想說 其實這樣OK啊 其實大家互動還蠻不錯的 結果呢 快結束了 那個其中一個女生說 欸 他們叫Xia John 因為我是公司老闆 對 他就說 那你等一下想要去哪裡 然後我就說 我可能要回飯店 對 然後他就說 我都可以陪你 我沒有陪你喔 這句話我還 我都可以陪你 但重點開口是那個 你不喜歡的 沒有 是三個我都可以 喔 我跟你講是真的喔 然後而且那個那個 經濟公司社長說 就是意思就是 沒問題啊 就是他們要陪你去幹嘛都可以 然後 但是我當時真的很單純 當時 不知道 就那張照片嗎 對 那時候也是那樣子嗎 對就是那個樣子 那委屈那三個 真的是 我真的很單純 然後我那時候 真的沒有聽出來 他們要幹嘛 對然後後來 他又講 就說 真的他說 我也可以陪你回飯店 但是我就跟著 委員工講 他幹嘛陪我回飯店 我累得要死 累得跟狗一樣 因為我那天其實 有跑行程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有點累了 那我當下就 拒絕他們 我說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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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呢 結束以後 那委員工跟我 兩個在電梯兩個就互看 他說他跟著我回飯店 什麼意思啊 我員工說 老闆我覺得 應該有下集 對 我說 所以 我就眨眨眼睛說 所以你覺得老闆是笨蛋嗎 因為他們的社長 誤一句話說 你們兩個是不是獨立房間 喔 然後我的員工 我回他說 對他們是獨立房間 而且他們還問說 我的房號是幾號 但是當下就已經都被我拒絕掉 重點來就是說 你跟他的交易的金額有到那麼大 他需要這樣招待你 老實說 其實沒有 因為我交易的金額是 車展多少天 對 再加上他們的旅費 這些的 可是 聽那個社長講 這個是他們的日常 天啊 不是3C金額生物的日常喔 是他們的日常 他們覺得 這件事情也讓我覺得 有一點不可思議啦 他們 竟然 就是 第一個 因為日本很多東西 第一個單價高 服務的成本比較高 再來就是 有一些 你剛剛講 那種額外的服務 是讓我也會比較訝異 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其實我很訝異啦 那你知道我最後這三家 我選的不是這一家 應該知道 你們都知道我當時很笨的吧 對 如果我今天選的這一家的話 他來台灣不就 但我選的是 第三家 這家的老闆也 老闆是一個女生 很正直 老闆娘直接陪你睡 當然沒有 所以你只要選這一家 沒有沒有沒有 老闆娘說 我陪你睡 我還倒貼你 我覺得我當時真的 應該早點認識你 先握個手一下 可是我已經結婚了 這件事情已經沒辦法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只是說 我最後選到的是這一家 他就是很正派經理 我覺得啦 對我來講 公式就是公辦 那我選到這個老闆娘也很正直 然後他下面的旗下model 也是 就是展現那種專業度 對 我個人覺得很夠 而且 價格 他剛好落在第一家 跟第二家的中間 我覺得也差不多 是 其實我後來回來台灣以後 第三家的一直 還跟我說他可以砍價 真的嗎 你知道其實日本人 是比較少砍價的 對 他們幾乎是 他們覺得你殺他 架是不尊重他的 所以可見喔 你看喔 如果這三個車模 透過了這家經紀公司 他抽的錢 會不會被這家公司抽得非常多 我覺得有 對 有沒有可能 對 因為他中間有太多額外的服務 對 但額外服務我都沒有 這我就不知道了 這已經錄了 跳到黃河洗不清 你在節目裡面當然說沒有 不是 搞不好你那一天 那一次出差是用爬的回家 好累喔 這樣喔 沒有 我當時真的是 因為 因為我對於我的工作 所有的事情 就是公事公辦 對 不要來跟我 五四三 對 因為我覺得 你有一次五四三 你就有兩次五四三 嗯 JR線 就JR的那個三手線 在回去的時候 人很多嘛 然後就看到 前面有個女生 蹲在地上 他裙子很短 一走過去的時候 一過去了 兩人同時這樣 然後同樣講一句 要講台語 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